甲状腺癌因初期症状不明显 故又被封为无声杀手 被投健康管理医院主任医师沈彦均指出 甲状腺癌好发育女性 但只要能在早期接受治疗 10年存活率基本上皆可超过90% 不过由于甲状腺癌症状不明显 故若发现自身出现声音变哑 颈部淋巴结肿大等症状时 务必紧速就医检查 沈彦均表示根据细胞分化程度 甲状腺癌可分为乳突癌 卢泡癌、髓质癌、未分化癌及淋巴癌等类型 但大概有八成的甲状腺癌患者属于乳突癌 将近一成的患者则为卢泡癌 因此只要能够在早期诊断出来并接受治疗 10年存活率基本上都高达90%至95% 且育后情况也会比其他癌症来得好 沈彦均补充虽然甲状腺癌好发于年轻女性 但她也曾经遇过一名64岁的男性 在接受例行性健康检查时发现 其甲状腺左侧竟有一处1.6公分的异常节节 且形状不规则含有许多微概化点 经进一步的细针穿刺抽吸检查后 确定罹患甲状腺乳突癌第一期 沈彦均提醒甲状腺癌因初期症状不明显 故绝大多数的患者皆是在接受健康检查时 才会意外发现自己离癌 不过仍有少部分的人可能会出现声音变雅 颈部淋巴结肿大等症状 假设发现自身有类似病造时 务必尽速就医并可接受甲状腺超音波 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 提高诊断出癌症的几率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